这逼啊 叫老屁 有人说为啥叫老屁呢 社会人妈都有外号 这个老屁据说就是可爱放屁的 那阿姨做他妈也憋不住 叮当的 骄龙起的 说你那屁能能憋着点 大哥憋不住啊 行了老屁 以后就给他起个名叫老屁 他还挺享受 老屁讲话去找几娘们 这个经理呀 一面去找娘们 一面你拿电话打电话 就给谁呀 就给他的老板 他这个皇家王朝这个老板呢 叫啥呢 姓徐叫徐凤山 这个名还挺基本的 跟徐大伟他爸 那个有点像 徐大伟他爸叫徐凤山 差点没说是徐凤山 他叫徐景山 姓徐叫徐景山 888小电话 就打给徐景山徐老板 那徐老板呢 当时赶外面也赶紧不一帮朋友 赶外面打牌呢 徐老板 两个月老铁就挣回了 他妈的六七百万 在1998年 多牛逼啊 所以说老铁这个老板 逗多少少啊 就得飘了啊 他家哥好几个 这个徐景华 徐景敏 徐景山 哥三人应该是 这老三 徐景山 他有个姐 有个哥 徐景山一接电话 哎 谁啊 叫华 那个老板 那谁 那个南杠 那个蛟龙 龙哥来了 啊 整一整整整一帮兄弟 说那个有兄弟过生 让咱们安眉一下子 我这不 你不是就说交代他来 就不用免购买单吗 我我上点羊炮啥的行吗 上面 蛟龙来了 啊对 让你过来呢 啊 是你方便的话 你回来一趟 没老板 行 我现在回去 正好排档差不多了 啊 你告诉那个蛟龙啊 等我一会儿啊 哎 好好好 哎 电话八等就料了 这笔乐乐呵呵的经理啊 这顿这啊 服务生也叫过来几个娘们 哎 这经理就过来了 到蛟龙大哥 他就说了 说那个龙哥 那个我们老板说了 马上就回来 给附近打麻将的啊 蛟龙一听 乐乐呵呵的 好 嗯 这三个给面 还他回来 给我陪我喝点 挺好啊 哎 这时候这个娘们 也到位了 经理就说 说你看啊 龙哥 你们几个来 挑挑挑选选啊 这此时啊 蛟龙大哥肯定先选啊 蛟龙大哥眼神这么一瞅啊 啊 那个大杂妹 你过来 哎 一个兄挺大的啊 过来坐蛟龙跟前 哎 不咋愿意做社会人台 为啥 一瞅着就老板朋友不给钱 你妈的老板给钱 最后也得给个三团二百的 你碰见厂量客人 可能给钱 马上那能一样吗 这种就是兄弟们几个选 老屁啊 瞅一瞅 哎 不是那谁 那个 我前两天来 那个陪我那个叫什么 叫兵面呢 兵面呢 啊 兵面 啊 经理 一遭一愣 服务生一瞅 啊 兵面 那个兵面节可能是在在别的台上 啊 在别的台上呢 把兵面给我叫来 啊 这这这我要兵面 那几个歪瓜里要走 不要 要兵面 啊 把兵面给我找过来 服务生一瞅 服务生臭经理 经理啊 那老屁哥说说说要叫兵面 那兵面赶 赶在旁边那个 卡巴呢 那坐台呢 经理一瞅 说卡巴那伙客人干啥的 熟悉不 是熟客不 是常来的不 服务生一瞅 那不是常来的 没见过 好像头一次来 啊 这俩月没见过 但是人家没少消费啊 啊 上了就点三万块钱酒 啊 好像还还给他点的 经理一听 妈的一伙不是熟客 但是呢 也没少消费 这伙呢 惹不起呀 那那么蛟龙的烈了呀 欣欣 找这个 我过去看看去吧 哎 服务生怕说不明白话 经理就下来了 这黄经理下来啊 因为啥 因为他得陪你交龙喝呀 他们老板老徐还没回来呢 老徐告诉了 说徐景山讲话 说你给我照顾好啊 我现在就回去 那徐景山 回来的时候 这个经理就写 黄经理就下来了 下来这时候咱说了 原咱的大哥王鹏 还有当时的乐歌 他们一帮给他喝呢 都挺高兴的啊 乐乐呵呵 这时候就举点半了 就等着看舞蹈呢 哎 说看完舞蹈 因为王鹏就要回家了 大伙正喝酒 聊天 屋里面听吵 台上有唱歌的 哎 有歌手啥的 那时候探家为啥火 就是东北那些三七小明星 他都能请来探家 哎 所以说挺火爆 当时这个就散台 就没有那个大所散台 就那小台往那一坐 都得签帮小费 你想想嘛 九八年 这个人啊 这个小月他们都搂着呢 只有这个王鹏没搂 王鹏跟他喝酒 看那个节目 这经理就过来了 哎哎哎哎 几位大哥几位大哥 因为也不想得到这伙人 对不对 严谨消费 没找消费 都是客人 哎 旁边咱们正好 他就 他就哈腰就哈在了 王鹏跟当时的小月的身边的 人家也会看 一瞅你们就领头的 哎 说几位大哥 几位大哥打扰一下 当时王鹏跟小月都能听听的说话 其他的都听不清 哎 小月一回头 啥意思啊 小月搂着兵兵吗 说啥意思啊 那个 几位大哥 这样啊 那个跟你们商量个事 我们家呀 来了一会儿熟课 这不吗 点台要兵兵 这个兵兵吧 正好是陪你们这台的这个兵兵 兵兵丑 哎呀 经理 啊 那个我行顺 看能不能跟你们商量商量啊 那个 哎 我们也挺难做的 看能不能商量商量 按理说不应该数啊 商量商量咱们调个台啊 窜一个 那边有都是小妹 可好了 给你换一个啊 不好意思了啊 哎 换得玩一会儿还挺好 是不是 你正常花钱 你说你玩一个多小时的 你搂一个 再给你换一个 还不加价 不挺好吗 是不是 哎 说到这 那你说跟一般客人说行 人家王鹏的兄弟 人家豹工程的一年都挣他们好几千万 能差点钱吗 小月一瞅 喂 没二话 知道吧 都没说什么不行啊啥的 搁手一板的意思 喂 哎 就这意思 啊 听的不太行 但是从口型上跟我表情干什么 怪 怪怪 妈的我他妈不花钱呢 怪 哎 经理一瞅 大哥 你看看 我们挺难做的 不行那个啥 不行那个 就我说的这个兵兵 这个台队不要了 等会来的重新算 然后给你挣过牌啥 打个折 你看行不行 滚 你妈的老子不差钱 滚 王鹏一瞅 哎 小月 啊 别惹事啊 王鹏还算挺稳的 在外面 别惹事 啊 小月点花 哥 你看他喝的 滚毒的啊 滚 这经理一瞅 没找 人家客人不同意啊 对不对 你这玩意你不能硬抢啊 人家不同意你没找 要正常的老鞋 南方的朋友可能会很好说话 这方面啊 哎 你可能过节 对不起啊 我们这个啊 来个俗课啊 能不能那个 串一下台子啊 交个朋友啊 咱们给你打个折啊 好说好说 没有问题啊 哎 可能就解决了 你知道吗 咱们东北人的嘛 耗子往还降 你妈的 我牛人 平常人你给能走啊 对不对 我玩正热乎 哎 滚 哎 这经理 消息的 行行行行行 啊 经理挺难受 下来的 哎 经理这一下来吧 一转身 啊 心咋整个 说回去跟这个蛟龙 大哥老批他们 说一声吧 人家不窜的 咱也没招呼 对付玩呗 对不对 你们是个免费的 你说你难为我干啥呀 蛟龙他们不花钱 出去玩有什么样子 就不花钱 现代的社会人 你到哪儿不给人钱 都让人骂 说你啥鸡大哥 鸡大哥呀 这大哥能差钱钱吗 都多给钱 对吧 年代不一样了 当年如果你社会人 到哪儿消费 你还花钱 有点呆 哎 就是假如你段位不够 所以蛟龙他们 到这夜场都不花钱 这他们讲话呢 他妈给那个 他这回去讲话 蛟龙他们的白玩 你说你难为我干啥 别急不窜 哎 跟蛟龙他们说一声 他这一转身 正好啊 刚走到这个 刚走到蛟龙他们 这桌的时候 哎 他离老远 他就发现了 谁呀 徐景山回来了 哎 就在他给这边 交着这桌的时候 徐景山徐老板 就已经回了进屋了啊 正跟蛟龙他们 给那家坐着喝酒呢 啊 往那一坐 徐景山他们上去 哎 啊 龙弟啊 徐景山比蛟龙大 说龙弟啊 不好意思啊 茶几碗喝点酒 打会麻将啊 本来这点多了 但我听说你来了 啊 老弟 我必须得回来陪你喝点啊 哥回来晚了 哥那个自罚一杯 老徐景山一口就干了一杯 那老杨酒一口就就不上头啊 蛟龙也挺高兴 虽然管自己叫老弟 但毕竟你安排你不花钱啥的 对不对 老板也有钱 蛟 蛟龙讲话 没说的没说的啊 啊 这徐景山讲话的 大弟啊 该说不说啊 你点哈尔滨 我跟你说 现在混社会的 你觉得是这个啊 一提我兄的蛟龙呢 绝对好使 蛟龙一听 没说的没说的啊 哥 有啥事你就知事了啊 行行行 正在这时候 经理过来了 哎呀 老板回来了 哎 这老板一瞅啊 回来了 怎么样 你这还 这挣点果盘啥的 果盘都不够了 行行行 老屁一瞅 哎 哎 干嘛 我那牛呢 啊 我那小牛呢 经理一瞅 那个屁哥 不好意思啊 不行就对付玩吧 人家那桌我去了 人家不干呢 啊 人家也没少消费 我这挺没难的 老屁讲话你妈呀 老屁当时就挤了 因为大哥牛逼 老屁讲话你妈呀 咋的啊 没面啊 老子接着过山儿 没面啊 骄龙讲话喊啥呀 不是哥 我相当个牛 他这时候啊 骄龙一问 徐景山一瞅 咋回事啊 徐景山不到咋回事 就问这个经理 经理一瞅 老板 这么回事 这个龙哥的兄弟 屁哥过山儿吗 屁哥刚才来了 老屁哥说的意思 让那个左耳 前两天他来陪他那个兵命 陪他 那兵命那个 那就陪他 就交兵命 兵命 有台啊 在卡包那家陪客人 那时候消费 还没找消费 我去商量了 人家 人家不换呐 老板 那回也没招 你看啥这个老板 这老板当时瞅瞅 徐景山讲话 你他妈傻逼啊 你啊 你说你他妈一个经理 干两月都干不明白 这点事 啊 经理懵的是 不是 他妈哪头重 哪头轻 不知道吗 啊 那他妈这边 我龙地关系多铁呀 啊 咱咱天妈差了点 比钱吗 哎 咱差了点钱吗 咱们 咱不差吧 哎 说 说 人就这样 闲要大了 就愿意漂 说去 搞他换换 不换 posting 换过来 啊 就给你两个单 就完了呗 这币事 是不是 还磨叽 啊 哥隆都没听 先生 咋 咋 没事 没事 该去办 经理一丑啊 行行行 我知道了 经理下来了 这他妈打工那是挺难 这时候这个经理啊 就有底了 首先呢 经理就反身顶了几个保安就过来 这会是王鹏跟那哥们小月 他们还在这喝呢 讲话 眼瞅眼舞 还有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就开演了 这会是九点四十了晚上 王鹏讲话了 多长开始 这边的小月讲话 快了哥 一会就来了 好像鸡碗 应该他们可能是混 可能是个混血呢 可能是乌克兰的呢 或者白俄罗斯的呢 是吗 你来了就说了 哎 麻烦你大哥 大哥 哎 麻烦你几位哥哥 小月一回头 咋呀 这半天喝点酒 十五分钟又来一遍 说干啥呀 经理一丑 说那个 大哥 那啥 那个麻烦你们一下吧 那个 把这个 这冰冰啊 你们得倒出来了 怎么的 不是啥意思 大哥 这样 那个我们老板交代了 因为来了一会儿 贵客 是我们老板的朋友 你点名要冰名 冰名啊 你下来 他一个眼神 冰名直接就 那肯定听经理的啊 冰名直接就从这个 哎 中月这个身边就起身了 啊 这一起身 中月长 哎干啥干啥 因为冰名转身就走了 那当时中月就不干了 不是你他妈啥意思啊 不是 大哥 听我说啊 那个 没别意思 我们老板来回贵客 你点名要冰名 没办法 咋的 我们他妈不花钱呢 啊 不是 跟钱没关系 那个这样啊 我们老板说了 你们在桌上 给你们打个八折 啊 一会儿再送两瓶酒 是不是 哎 他不好意思了 你们要玩呢 就玩呢 不玩呢 就没招 你妈的 啪 上去就给这个谁啊 给经理打个大嘴巴的 小月 啊 小月是个男的啊 说你妈的 你他妈电大气客呀 啪啪就一个嘴巴 老子不差钱 把病人给我找回来 哎 王鹏一说 呗呗呗呗呗 别打人呢 啊 鹏哥这个人为人挺低调 戴个眼镜 思思文文的 说别打人 别打 但鹏哥心里都心思了 说他妈打他都活该 这家他们电影的等 是不是 就是你碰着这老铁 你不差钱 你能得劲吗 强行就给拿 就给拿走了 哎 王鹏 讲话什么 是挺逗啊 别别别 别打人 别打人 挺里头 哎 你打我 小月也挺狂的 你说跟王鹏在一起的人 能不狂吗 相当于 办那个太子读书的 这个书童都是 打你咋的啊 你妈的 我告诉你啊 想干 赶紧把病人给我找回来 你妈的 你家电给你砸的 知道吗 你妈的 啊 过来 把病人找过来 经理吧 旁边有几个保安 经理 经理 还挺理性 行 你打我 你这么点啊 我给你找病人去啊 找过来 你妈的 不找过来 今天是你脾气啊 经理没换手 因为经理没多大能力 都是打工的 说白了 就是有大点服务操作 能处理点能力 事情啥 能管个服务生 服务员 就这么点能力 经理爱完 走一瞅 这妈人穿着打扮 不一般 他就没敢惹 经理捂着脸啊 又回去了 那此时老板 徐景山跟蛟龙 还有老屁 他们给他喝呢 搂几个娘们儿 兵妹过去了 老屁搂着了 啊 一整 哎呀 屁哥 哎呀 兵妹 哎 热乎着喝呢 啊 经理捂个大脸大 过来了 老板 老板 旁边徐景山回头 啊 咋 咋了 啊 老板 给我打了 啊 给你打了 谁给你打了 啊 谁他妈给你打了 谁呀 老板 这刚才我去 我我我我去 串台去 去那个 零八台的 人说不差钱 我说打折 我这啪 擦一大嘴巴的 说擦 你妈的 要砸人家电 你还 砸人 这这屁哥 啊 这 这一公斤 蛟龙那是挺进来 因为再忙 蛟龙一瞅 怎么的 啥意思 啊 啊 这徐景山 瞅瞅 没事没事 没事 啊 龙弟啊 我这该有点麻烦事 那个 我去处理一下 啊 不用你 你来都是贵客 能用你吗 就咱家的店 他妈保安 都干四五十 这干啥 闹砸啊 啊 不用你啊 蛟龙讲话 不用啊 大哥 用智慎 咱是兄弟啥的 我就叫俩兄弟也行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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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